独家崔永远太草率之圣范冰冰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6月5日,中国传媒大学,面对几十家媒体的长枪短炮,带主棒球帽的崔永远面色疲惫,但是神情轻松,就在不久前,她刚刚给无锡地税局抵交了许多材料。 范冰冰是误伤的,我不是针对她。几个男人的恩怨不应该把女人牵扯进来。 之前没想到大家关注的点在这,和我关注的不一样。崔永远说。 崔永远回应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关于与无锡地税局见面抵交材料相关问题时表示,我们双方见面主要是确定为了什么事情而来,要我提供什么样的资料,他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调查程序,最后是否会向全社会公开。 税务机关接管过去以后,和我就没什么关系了,我其实想要爆料刘振云和冯小刚,但是没有过硬的内容。 现在我需要他们的资料,如果有可以提供的,请与我联系。 崔永远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。 晋国评论都想洗洗睡了,崔永远的这番表态几乎没有什么原则了。 大家是不是失望,各有见解,但小编是失望了。崔永远不是番书,而是要把书和赏。 崔永远的诗言淡淡的一抽屉材料,便消云散了。崔永远的抽屉里的材料是空城街而已。 崔永远的轻描淡淡淡淡,消费了全国网民的万般热情。夜深人静,思维有点短路了。 说来说去,只有范冰冰冰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,等待着无息地税的调查。 而且还那个什么是稀里糊涂的误伤。 所以,靖国评论今天很一把,泛言我国不缺冤死的鬼,你进去了,我探监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